交通部运输研究所推出的爱街宋预约是通用计程车APP 日前已经上路 而台北、新北、桃园跟台中等四地事先事办 来提供长者、身杖等行动不便的民众搭乘 而台中市交通局表示 台中市目前有4家业者 一共有34辆的通用计程车来参与计划 而民众只要在搭乘前一天的下午2点前预约就可以 而且持进到爱心卡最多还可以上50元的车资折地 宣传短片上不同的民众分享对这爱街宋APP的使用心得 交通部运输研究所透过这部短片 要来推广这套预约式通用计程车APP 而目前是先从台北、新北、桃园以及台中等四地先事办 很多民众好像如果有复康巴士 他当然会预约复康巴士 可是有时候遇到复康巴士预约不上 他就觉得没办法出门了 所以我们事实上在台中市也有不少的通用计程车 可是通用计程车民众就不知道该怎么去叫 然后就加上通用计程车每家可能隶属不同的车队 就遇到说这个叫车不方便 所以刚好我们也配合交通部运输研究所 他开发一个整体平台叫做爱街宋 的相关通用计程车的这些预约平台 台中市交通局表示 这套APP补足了复康巴士的不足 让身心障碍者行动可以更加方便 和目前台中市有四家业者 共34辆的通用计程车来参与计划 和民众主要在搭车的前一天 下午2点前预约就可以 持进脑爱心卡 最多可以享50元的车资折底 台中市当然我们现在有进脑爱心卡 这个搭计程车刷一次可以扣50点的这个概念 那在爱街宋的部分 交通部另外再推出一个优惠方案 比如说他另外是如果你这次有搭爱街宋的 这个预约平台计程车 他另外再送你50点 在下一次可以做折底 那交通部当然下一个阶段 透过这四个直辖市的事半 他当然希望其他的县市 只要通计车车全部都可以加入 那民众事实上在不同的县市 或甚至有跨县市的使用 就会更方便 而为了鼓励参与这项爱心计划的业者 没有完成了一趟接送 市府交通局除了会提供50元的 营运奖励金之外 再补助驾驶100元的奖助金 而今年也会向交通部 还争取284万元的经费 还补助业者购置通用计程车车辆 让行动不便的民众 也能享受到并且的交通服务 就这里讲台中采锋道 我再次订阅市